今天带来的这部手机在OPPO A Series里面 第一台拥有67W闪充 同时还拥有RAM Expansion 运存空间最高可以去到16GB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杰哥 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这两台手机 一款是属于稳重级的商务男 另一款则是婀娜多姿的美少女 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两台分别是 OPPO A98跟三星A34 这两台由于在价格方面是非常接近 今天就一次过开箱两台手机 不用一个视频一个手机 感觉做的没日没夜没有人生 两架手机在一部视频比较快吗 好首先我们先看外形先 OPPO既成历代的美学 根据不同的光线反映出非常唯美的极光色 加上蓝色里面还透出一点温度 整体的颜色看去是非常有层次 镜头模组就采用了一个双瞳孔三色镜头 底下还有Innovative AI Camera 延伸到下半段 所以整个设计看去是蛮有自己的风格 边缘还做了圆滑处理磨砂的质感 三星A34的设计呢 自从它的A 不懂第几代啊 它的S Series Note Series 全部采用的是简约风格 平平一整面直列设计三色镜头 不过在设计的确啦是没有太大的突破 毕竟每一代都是采用类似的设计 在手感方面呢也稍微割手一点点喔 毕竟前后都是平平的设计 至于在前屏OPPO就稍微略大一些 6.7寸 三星则是6.6寸 可是在手感呢 由于整体的设计造就啊 整个握起来就会比OPPO稍微来的厚重 所以我称它为稳重的商务能 因为的确还有一点点的重啦 重一点而已啦 而且OPPO边框也偏窄一些上左右对称式 下巴呢就稍微略高一点 三星的屏幕设计就差了一点 而且是产有一个水滴 在屏占比的确会输少少 不过在材质方面 由于是AMOLED Screen 显示的颜色更加鲜艳 OPPO虽然说是LCD 表现不是看得很粗喔 感觉现在的LCD长得很像AMOLED这样子 同时这两台手机呢 一样是配备了120高刷配置 在音质方面三星的是双扬 OPPO的话只给你单养生器 不过有一个优点就是 OPPO依然保留着3.5mm耳机孔 对于那些无孔不欢的人 这个就恰到好处 在指纹识别OPPO是采用侧边解锁 三星的话是屏内指纹解锁 在相机的环节 以参数来看 OPPO的确是峰值非常高 大载64MP 光学防抖镜头 Samsung的话也是有光学防抖 不过在数字只有48 那么之间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看这两刀发 一放大放大再放大 我们就看得出 64MP 可以提取更多细节 你的工作上或者你有类似的需求 你当然1108就可以拿下更多细节 在HDR背光处理 OPPO跟三星都拥有不错的成像 但是OPPO拍摄的物体提亮会更高 细节提取更多 颜色效准也更强 所以整个成像其实各有千秋啦 三星是给你一个黯然销魂的感觉 OPPO是青春年华的张力 来到室内拍摄普通光线下 OPPO在人像提亮的效果就更加明显 反之颜色效准识别能力就降低啦 三星颜色就暗一点 锐化偏高 在较暗的部位颜色会更深 而且人像还带黄 然后这个就看你自己哦 你要拍人美一点的话 OPPO肯定是针对这一方面下得非常多功夫 三星的话呢就看情况 在光线稍微一不足够的情况 它的人像就直接崩塌 我们就看这个杰哥的人像 哇塞 man 我都不敢相信 我的脸竟然烂到这样子 OPPO的话呢 美颜又有一点点的小夸张 可能那个时候拍照 即把美颜调掉 不过整体的视觉感官 OPPO是稍微更友好一些 OPPO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显微镜头 它可以Zoom放大20倍或40倍 这个功能是拿来用在拍一些 微生物扭这方面的需求 这个功能的确是挺不错 挺好用 挺有新鲜感的 所以这个按需购买啦 那么在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首先处理器方面 OPPO是搭载骁龙695 5G芯片 三星的话则给你天玑1080 那么这两颗芯片哪颗比较强 以跑分来看 1080会稍微略高 以综合性来说 695的整体输出比较平庸 可是在无线网络配置稍微高了那么一截 OPPO是支持WiFi6 三星的话只支持WiFi5 那么5跟6有什么差别? 技术上的差别咯 可能说WiFi6有的技术 集中不断网可以拿到更稳更快的输出 如果你有WiFi6对应上WiFi6 router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很好的Performance 不过在移动网络 这两台都支持 5G 双卡双待 在卡槽都是采用Hybrid SIM设计 所以是可兼容SD卡 除了是无线网络充电方面 也是高了1TU 是支持67W Superboard 三星的话则支持25W Supercharge 在续航能力 这两台手机都不相上下 因为都是拥有5000毫安大电池 在游戏方面 一小时是减个18% 都能维持在5小时左右 普通使用来说 一天半载没有问题 而且在游戏方面 他们都拥有自己的特点 不过在游戏的优化 OPPO做的会稍微微美 而且更加方便使用 也就是它的Game Booster 进到游戏旁边一滑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它游戏面板 里面你可以调整一系列的触控跟手信 一键打开沉浸模式跟性能模式 这些都能轻松操作 至于三星就比较麻烦 就到Samsung的Market去下载这个Game Plugin 然后你才可以开启一系列的游戏设置 他们的游戏体验呢 这两台我觉得都差不多 游戏的配置呢 你可以看这个画面 LOL 王者 8G 在部分游戏基本上都差不多 在游戏里面的整体体验 触控跟手信灵敏度 操作起来的整体体验呢 其实差不多很远 至于OPPO的话 强项就来了 因为它可以扩充多8个GB 再加上原本8个GB 你兜的就有16个GB RAM 当你在玩游戏 又在开启第二个游戏 可以有效的让手机整体运行起来的流畅度 这个是它其中一个强项 目前在大马 无论是三星或OPPO8加256的配置 大马落地价在1399跟1599 200块的差别 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 这两部手机各自有自己的强项 三星在性能方面稍微突出一些 OPPO在相机表现的确就让你非常开心 拍起来就是比较漂亮一点 可能就是演算法的问题吧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先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好说的Mr. Diego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